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最近這星期 本港的文藝界 接連遭到來自建制媒體的批判 在上星期 大公和文匯就不斷追擊藝術發展局 指插他們批出撥款給所謂的撐暴劇團 去到昨天 又輪到M家博物館遭殃 今次屈永賢又再一次充當打手 積極配合大公和文匯的攻勢 他甚至乎連銷帶打 將這件事 連繫到下街里的繼女唐英年 和周梁淑儀的頭上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 大公和文匯如何利用他們的頭條 來招呼 M家博物館 在昨天 大公報說M家沒有網館 12億公帑亂買藝術品 那個藝就是虛藝的藝 在這篇報導當中 其實就是主要針對 部分所謂的反華藝術品 內文就提到了 說M家的館藏 採取 部分捐贈 部分購置的方式獲得 前瑞士豬華大使 藝術品收藏家 烏利希克 以所謂的半賣半送方式 將聲稱估值13億元的一批收藏品 以2000萬美元 便宜賣給M家 不過 在這一批的藏品裏面 有不少內容 都是涉及抹黑 以及羞辱中國政府 例如 石森林的一幅油畫 以醜化 詆毀國家領導人為主題 石森林的這幅油畫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就是描繪 最近毛澤東和一班幹部 圍著一個尿兜觀賞的情況 大公又批評 說有例如 這個反華藝術家艾薇薇的一幅照片 當中有人就以宗旨指向天安門的城樓 不少人質疑 有關作品可能是違反了香港國安法 不少人其中一個正正就是 新民黨的容凱恩 其實這個什麼西九文化區的 M家博物館 裡面到底有什麼館藏 作為一般市民來說 根本就是極少人來關注 分分鐘 如果不是大公文會 特地找出來說的時候 都沒有人知道原來 M家博物館裡面 有那麼多所謂的反華藝術品 不過 現在既然 那些建制媒體 要掀起對於本地文藝界的批判的時候 就什麼都拿出來說 所以就連這個 M家博物館都不能夠幸免 至於大公報 另外有一篇報導 又是批評這個烏利希克的收藏品 裡面就提到 說目前 M家裡面有不少的藏品 意識不良 似乎就跟標準不符 這個烏利希克 所捐出的藏品當中 是涉及到挑戰國家尊嚴 和有違道德底線 並且是充斥著大量男女的裸照 甚至是群交照片 甚至是有令人極度不安的戀童意識作品 備受爭議 其實一般來說 藝術品的界線 沒有定得那麼緊 因為它不是一件宗教聖物 它只不過是一件當代的藝術品 當然也很視乎 究竟欣賞這件藝術品的人 到底是抱持著什麼心態 當他看到這些藏品的時候 究竟是戴著一副有色眼鏡來看 還是他根本在心邪 對於這些藏品賞入非非 還是以欣賞藝術品的角度去看 可能得出來的結論 都會很不同 當然我沒有看過那些 被《大公報》拿出來批判的藏品 但是 我自己就覺得 對於藝術品的界線 應該是定得寬鬆一點 現在艾未未這些所謂具有爭議性的作品 被建制媒體拿出來批判 無非是因為受到其他作品所拖累 因為其他作品有些 牽涉到反華意識 很強烈 無非是連銷帶打 把其他作品拿出來一拼批判 《大公報》那篇報導 還引述了三名立法會議員的意見 其中一個就是民建聯的劉國昏 他就說M家過去買藏品都是大花童的 沒有明確準則 所買的展品都令人嘩然 例如有些藝術家都未成名 就已經是買他的作品 而M家所使用的都是公帑 所以大家都非常關注 我就有個疑問 劉國昏已經做了立法會議員很多年 在2017年 西九管理局撥款了給M家博物館去購買藏品 2017年的時候劉國昏已經做立法會議員了 為什麼當時他又不把這個問題拿出來說 到現在要批判這些文藝界的時候 他又找出來說 你當時做了什麼 你當時是不是完全 對於M家博物館做的事情一無所知 那時候不說的現在就拿出來大講特講 還有另一個立法會議員盧偉國就說 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品 到底哪些有藝術價值 哪些運水摸魚 有關部門絕對不能夠把兩者運為一談 那我就覺得很好笑 你怎樣來去界定 一件藝術品是運水摸魚還是真正有藝術價值 其實這些標準是相當主觀的 你認為有價值的我可能認為沒有 我認為有價值的可能你當是垃圾 那怎樣來去界定 找誰界定 一旦你要去 弄一個標準出來 所有東西要量化的時候 無非搞到最後 就是變成政治正確 那你這個西九 文化區或者M家博物館就不用搞了 那你不如改做西九勞動人民文化工 好過啦 那那些藏品 找到文化大革命的 宣傳畫 或者是播樣版 包補 萬無一失 不單止 是不會有什麼意識不良的情況 而且還政治正確 是不是這樣搞就為之好呢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又看看 屈永賢 寫了一篇文章 在《大公報》 他那篇文章的標題就叫做《不要問只要買,者是行為藝術》 他這篇文章表面上就是對於收藏家污吏欺客的批判 其實就是連銷帶打 加上夏佳里的繼女 唐英年和周梁淑儀 他裏面就提到 曾蔭權做特首的年代 委任了夏佳里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 無毒有偶 夏佳里的女兒就是文化藝術經紀 和希克很熟 於是就代M家博物館和希克合購藏品 那這些下筆法 無非就是想把夏佳里、夏佳里的女兒和希克 寫得好像互相勾結 好了 跟著 他又說了一件事 就說當時 西九董事局成員梁振英和曾德成 都不同意博物館是完全收藏西方展品的 但是時任西九董事局副主席唐英年 和董事局成員周梁淑儀就反對 認為梁振英和曾德成是不懂藝術的 結果在2012年6月 曾任權離任特首之前 這個希克系列就以1億7700萬港元成交 希克更加獲邀成為了M家博物館董事局成員 從此就隻手遮天 他連銷大打 又加上唐英年 又加上周梁 當然又將曾任權連繫起來 可以說是一石三鳥 烏利希克無非是稻草人 他本人是一條蜜水 就不要緊 最重要的就是 屈永然能夠 從這個烏利希克當中 寫到很多他想趴的人 至於他趴的這三個人 夏佳里 唐英年 和周梁淑儀 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 他們同樣都是從港英年代開始 培植出來的所謂 統治階層精英 所以這件事就印證到 什麼叫做傾巢之下 宴有元論 就算你曾經做過精英也好 如今難免受到批判 當然這篇文章就不是主要批判這三個人 但是 他這樣寫得出來的時候 其實都不給你面子 那麼多東西不要寫 他可以集中寫藏品 怎樣有問題 他偏偏就要寫背後的脈絡 但是這些東西當時 他又不說 或者當時根本上 引起不了多少涟漪 現在陳埃樂定 才又抄出來說 其實他當然就是另有目的 被批判的 又不僅是M加博物館 在早幾天的時候 連藝法局 都被大公來 頭版批判 標題就是三年撥款1500萬 魏法局資助黑暴電影 大公文匯後來又再報導 就說 魏法局在過去三年合共資助 撐暴黃絲藝團近1800萬港元 質疑局方的架構和撥款機制 向所謂的黑暴藝團傾斜 這些是沒有東西找來講的 無非就是想針對本地的文藝界 因為文化藝術 就很影響到意識形態的傳播 所以大陸一定會 很大力地去規管 現在就開始有這些跡象 先是 移動藝法局 然後就到 M加博物館 我估計M加博物館在面對這麼大的壓力下 遲早都會跪下 你的剪片都被人說是意識不良的時候 會不會遲些把剪片收起來呢 我認為不是沒有機會的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